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家宁患难相伴十年为何惨遭抛弃 我唯独有一个人没有感谢 就是我当时的女朋友 当不上胡扫是谁的错 深度诊断胡公子爱情致命伤 鉴定事件一 胡哥江书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胡哥和江书颖扑朔迷离的江湖之恋 堪称2014年的娱乐圈最悬疑的八卦之一 二人从被拍到机场亲密互动开始 上演了一幕惊天大反转 江书颖疑似手滑分享关于两人恋情的八字命理微博 胡哥连发微博用一句我想说我爱过回应 事发不到24小时 胡哥又在微博上发出了一段必须说的话承认在一起 这如过身车一般的剧情大反转 只叫人云里雾里看不清 呃胡公子您这是闹哪样啊 这江湖恋究竟是什么情况 回顾此前胡江两人似乎并无交集 两人是在2014年中旬一起拍摄《旋风十一人》的时候 算是初次合作 9月媒体探班时 胡哥还就会不会喜欢江书颖这个问题做出过回应 我怎么能站在他旁边说不可能呢 这也太伤认了 当胡哥提到江书颖的时候 我们来观察江书颖的表情 在胡哥说到他的时候 他始终脸上是一种娇羞的笑容 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过胡哥一眼 这往往是情侣之间在隐藏感情时候的一种表现 这种刻意的疏离的感觉 恰恰说明两个人之间有事情 而在之后的微博上 二人也有不少亲密互动的证据 但是如果非要把这些算作二人恋爱的铁证 似乎也并不能成立 不过就在胡哥粉丝会十周年生日之际 江书颖曾经送上了39秒的祝福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屌丝 但是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屌丝 他非常的有智慧 才智 有才华 然后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人 当江书颖把胡哥称为屌丝的时候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认真的回答 后面他马上就说 但是胡哥是一个完美的屌丝 重点不在屌丝两个字 而在完美两个字上 然后他马上接着又说 胡哥很有智慧 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左侧的胳膊 轻微地抖动了一下 这恰恰说明他非常非常的认真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紧张性的动作 紧张 小江都要撒谎了吗 所以他们是在炒作 但是一次两人恋情曝光的视频中 他们又的确宛若情侣 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可以看到江书颖的胡哥 在机场被偷拍 同时又恰恰出现了 江书颖的胡哥在机场 迟到被广播 怎么就会有这么巧的一个事情 同时出现 胡哥这个人特别招女孩喜欢 他和江书颖都是上海人 而且江书颖是那种比较有灵性的女孩 确实是胡哥喜欢的类型 我想是因为胡哥 还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作为演员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压力巨大的第一份工作 很顺利 然后突然间有一场很大的车祸 那么这样的一个历经 经历一个生死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他再重新回归到娱乐圈来 他去明白了生死 明白了怎么样去做的时候 我想他的演艺事业会越来越好 那么当一个演员有巨大的压力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真正地去 过早地去暴露 去显露出来 鉴定结果 胡哥将输赢 现阶段恋情饱受压力 未来有可能更进一步 虽说胡哥入行多年 传过绯闻的女主角有刘亦菲 唐烟 林一辰 杨幂 白冰 陈子涵 简直可以排成一个加强连 不过在众多的绯闻女友当中 胡哥和杨幂的胡杨之恋 也可以弹成一段狗血肥皂剧 好像是在2001年的时候 杨幂就不关注胡哥了 不是因为姜叔影的这件事才取关的 关于这段胡杨之恋 两位当事人向来没有亲口承认过 但是所长在二人的微博之上 却发现了不少蛛丝马迹 2009年杨幂就取消了对胡哥的关注 不过直到今天胡哥还在关注杨幂 就在杨幂和刘凯威大婚的大天 胡哥曾经发微博祝福 文莫还at杨幂刘凯威 但随后胡哥却秒删微博 之前就是有媒体报道 就是那个秒删微博 那个祝福微博 那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有一些误会 哦 那个微博 那个是浪妈出事了 浪妈出事 对 就是微博出事了 微博出事了 对 那个是技术问题 其实我没删 我没删 我那个发了以后 就一直放那儿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就看不见 当记者问到胡哥 秒删微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胡哥同样 他也是出现了一个逃离反应 他说是新浪的问题的时候 他的眼神是向下看的 他是一个挺独立的女孩 然后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猜一下 我也不知道是谁其实 不知道 还不出来 OK 所以呢 你就 什么歌 当下面的观众 都已经抑制不住 喊出胡哥名字的时候 当杨幂听到了 胡哥的名字 有片刻的停顿 然后又做出一个 很夸张的 刺耳倾听的一个动作 落后于观众的声音 这个在微表情学上讲 是一种演示性的动作 鉴定结果 胡哥扬命 将如一末 不如相忘于江湖 鉴定事件 胡哥林依晨 真的是红颜知己 那么简单 说到胡哥的情史 第一个不能被胡适的名字 就是林依晨 二人虽然只合作过 《天外飞仙》 《射聊英雄传》 两部电视剧 但胡哥却多次公开赞美林依晨 你一直把演戏 作为自己的终身的视野 我为你的坚持而鼓掌 他是我 他是我所有的合作过的 年轻人不可抹去的一位 他这个很不错的人 应该是梁氏 我把不醉的 2005年 两人拍摄《天外飞仙》而相识 2006年 又一起拍摄了《射调英雄传》 通年8月 胡哥遭遇车祸 经历了一年的整容之后 赏欲付出 2007年8月 林依晨推掉所有工作 再赴横店 携手胡哥把射雕拍完 连小编这种万年单身狗 都能看出来 它们之间应该不止 好朋友那么简单 你已经觉得你老婆 开始骗你了 因为 我从刚才她的眼神里面 看出来她在骗我 她的眼睛在闪 很忽悠对不对 只有三个月的合作时间 连人家什么时候 说骗你的话都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 胡哥对林依晨 有相当的了解 甚至于连她面部表情的含义 都分析得非常地清楚 而且林依晨 这个时候还有一些 比较娇羞的笑容 所以我们不能排除 在06年的时候 两个人 有可能是情侣关系 让我想想啊 跟谁合作 林依晨挺好的 请问 多年的拍戏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次动了真击 我一直很入戏的 我说吧 我说吧 好 可以告诉大家的 可以告诉大家 林依晨嘛 对啊 我们来看 当唐妍非常痛快地 说出林依晨三个字的时候 说林依晨是这个胡哥 拍戏的时候 假戏真做的对象的时候 胡哥 他没有很快的 明确的承认 也没有明确的否认 他有片刻的这种 脸上凝重的这种表情 我们说呢 这个表情 实际上是此时无声 圣有声 这种沉默 在心理学上来讲 实际上就是一种 默认的表现 之前好像就听说 林依晨暗恋 你哥内地这边的文艺小生 从2005年开始的 当时和他合作的 就是胡哥啊 外界一直有人说 胡哥只是在拿林依晨 当挡箭牌炒作 但是当从2005年至今 彼此口中的对方 从来都是近乎完美时 挡箭牌这个代名词 是否显得藏白无力 如今林依晨已经嫁人了 而胡哥依旧 没能确定心中所爱 十年的友谊 十年的称赞 但愿后会有机 鉴定结果 林依晨胡哥 有答以上 脸人未满 鉴定事件 胡哥薛佳宁 曾经传为佳话的恋情 为何终结 而在林依晨之前 胡哥最著名的一段情史 当属和薛佳宁的姐弟恋 据传在这段恋情当中 比胡哥年长四岁的薛佳宁 始终扮演姐姐的角色 2006年8月 胡哥遭遇车祸的时候 薛佳宁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事后薛佳宁不惜停掉了 一年的工作陪伴胡哥 可是随着胡哥商誉 这段恋情却走到了尽头 对于胡哥和薛佳宁 练情终结的原因 胡哥曾经详细做出过回应 有机会放下架子复合吗 不用那么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过去就过去 这茬过去了是吧 对 当曹可凡说让二人复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胡哥有一个非常无奈的笑 头深深的埋到胸口里 这都是表达他的无奈的心情 同时呢 这个问题又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 我们看到 他有一个空气一样的动作 他拉了拉左侧的袖组 这个是为了让更多的空气 从袖口当中进来 给他降纽温 这个是一个紧张的反应 也就是说明 提到薛佳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胡哥还是感到心里很沉重 而就在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网友当中呼吁胡哥 薛佳宁复合的声浪越来越高 曾有记者在探班的时候 当场告诉薛佳宁 却遭到了他的极力否认 当然没有啊 他没来探望你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不在横点拍戏啊 没有 应该不会吧 不会了 就得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我们来看薛佳宁 他说胡哥没有来探班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头部的动作 他呢是先摇头后点头 这是一个典型的 说谎式的 莫棱两可的反应 这说明呢 胡哥恰恰有来探他的班 当薛佳宁 说自己跟胡哥 不可能在一起的时候 他有一个双肩排起的微动作 这个动作呢 是人无奈心情的一种表现 这个动作暗示出薛佳宁他心里 实际上很想或者很留恋 跟胡哥的这个感情 但是呢 在线上当中 无法跟他在一起 火象的狮子和土象的处女 在我们看来 是不太匹配的一种搭配 因为前者比较风风火火 后者比较保守冷静 两个人的出事态度呢 应该很不一样 鉴定结果 薛佳宁胡哥恋情告终 女方很受伤 感谢本期所长原型 微表情专家季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Torino 在后面 中文字幕——YK